小伙将手中的炸药往取款机里一塞 点燃引线就捂住耳朵往外跑 随着蹦的一声 钱箱被炸出 小伙冲进烟雾里 爆气钱箱就消失在了夜色中 手法极其的熟练 巨大的爆炸声将中围已经进入梦乡的居民唤醒 立刻有人拨打了报警电话 龙溪县公安局接到报警后 第一时间就赶赴了现场 但是等民警赶到后发现 出事故的住户没有 倒是小区旁边的银行 还在往外冒着白烟 里面一个取款机被炸的吸碎 里面的钱箱也不翼而飞 随后警方立刻封锁了现场 并对现场的作案痕迹进行了检查 结果发现 除了半个不太清晰的脚印 以及一小节作案用的水管胶带之外 其他就没有任何有用的线索了 取款机上连个指纹都没有 随后警方又调取了银行内的监控 发现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非常强 而且作案手法非常熟练 嫌疑人全程都戴着头套 手套 衣服也比较宽大 以此来掩盖身杰 从监控中可以看到 他来到银行后 先是用一段铁丝将取款机的门固定住 然后熟练的从旁边的工具包中 拿出一根撬棍 将取款口的挡板撬开 接着又从包里拿出炸药塞进取超口 点燃引线之后就跑了出去 等爆炸完成之后 他迅速跑回来 将炸出来的前箱爆机跑路 还专门避开了监控摄像头 整个过程用事不到三分钟 而且从他的作案手段来看 应该是对取款机的构造非常熟悉的 并且还能精准控制炸药的剂量 可见这个人是有点能耐的 从监控暂时找不到线索 警方只好寄希望于现场留下的水管交代 希望能够通过寻找购买者 来排查相关嫌疑人 但是警方拿着水管 跑遍了案发地附近的五金店 发现这种水管很多商店都有卖 而经过调查 这种水管的产地在浙江 每天生产几十万米水管 也是销往全国各地 排查起来非常困难 无奈 警方只好放弃这一途径 而根据现场留下的半截脚印深浅 以及监控拍摄到的画面 警方判断 这大概是个身高在1米65左右的男子 又根据他的精准爆破这一线索 推断大概是个拥有工科研究生学历 且干过爆破的人 根据这两点推断 警方开始对周围的住户进行走访调查 同时还找出了200多名嫌疑人 作为重点调查对象 结果查来查去 200多人全都排除了作案嫌疑 案件一下子就陷入了僵局 没办法 警方只能用笨办法 开始对全城的监控 进行一点点的筛查 虽然犯罪嫌疑人 有意识地避开监控 但是总有他疏忽避不开的时候 于是 民警们轮流守在电脑跟前 开始一秒一秒 认真观看当天的录像 但是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警方决定扩大搜索范围 查看案发前10天 全城的监控录像 由于工作量巨大 所以还抽掉了周边几个派出所的民警 协助调查 这一查 果然查到了新的线索 甘肃男子自制炸药 炸毁区管机 警方赶到现场后 男子却早已拿着钱潇洒跑路 而根据警方调查 这并不是该男子第一次发案了 通过警方对案发前10天监控的查看 发现在2014年12月12日的时候 被炸取款机前出现了一个可疑身影 当天晚上 嫌疑人在取款机前 拿着工具停留了一段时间 结果并没有行动 于是警方叫来了银行的工作人员 前两天这台取款机发生了什么 银行工作人员表示 那天正好取款机故障在维修 可能嫌疑人认为里面没有多少钱 所以放弃了 至于他为什么没有炸旁边的取款机 那是因为两台取款机的构造不太一样 从这也能看出 嫌疑人是在附近踩了点的 顺着这个发现 警方又通过嫌疑人 断断续续出现在监控中的身影 推断出了他的逃跑路线 他有意识地避开了监控 也避免自己暴露在亮光下 还绕了好大一圈 可警方还是根据穿着和身形发现 他最终的身影出现在了 通往另一个乡镇的小路上 但是这种乡镇小路 是没有摄像头的 所以警方只好请求 附近乡镇派出所民警协助调查 结果警方发现 在这之前附近好几个区域 还接连发生过五次同样的事件 据周边乡镇民警介绍 最近一段时间 先后有五家银行报过解 不仅前三家都因为没控制好炸药量 前乡并没有被炸出来 所以最终并没有财产损失 后两家虽然把前乡炸出来了 但是前乡里总共才掏出来200块 也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 但是12月14日凌晨炸毁的这个取管机 里面足足有9.2万元的现金 这要是丢了 损失可就大了 于是根据监控掌握的线索 以及其余案发地民警提供的线索 警方推断 他应该没有住在县城里 或者没有固定的住所 因此 根据他的活动轨迹 警方在他可能经常出没的路段 部署了警力蹲守 果然 嫌疑人出现了 警方迅速对其展开了抓捕行动 几名民警从背后猛地冲上去 控制住了嫌疑人 令警方感到惊讶的是 嫌疑人居然只有22岁 且根本不是警方最初推断的高学历罪犯 而仅仅只是个中专毕业 根据嫌疑人交代 他叫叶蒙君 从小就喜欢研究各种武器装备 对这方面很感兴趣 但是对于学习 他却并不是很喜欢 所以成绩一直不怎么样 初中毕业后 只好去读了一个中专 学习土木工程专业 毕业之后 因为学理低 所以很难找到什么好工作 再加上人又沉闷不爱说话 只喜欢研究自己喜欢的武器 所以 他在网上购买了制作炸药所需要的原材料 开始自己制作炸弹 但是父母一直希望他能正经找个工作 挣点钱来补贴家用 所以想来想去 他觉得抢劫应该来钱比较快 但是他又不想伤害别人 所以就想着利用自己会做炸药这一个优势 炸了取款机偷钱 随后 他还交代了三款的去向 甘肃男子自制炸药 炸毁取款机 警方赶到现场后 男子却早已拿着钱潇洒跑路 令警方震惊的是 能够做到精准爆破 且具有极强反侦察意识的高智商犯罪嫌疑人 竟然只有中砖学历 聂蒙君交代 他决定靠炸银行来搞钱的时候 就专门从网上研究了取款机的构造 而且 他还专门去各个自主银行门口踩点 确定监控的位置 做好准备工作之后 他还专门拿着自己制作好的炸药 在山里进行了试报 确定威力之后 他又分几次 从不同的店铺买了作案工具 然后就开始炸取款机 前几个因为不熟练 所以没炸成功 后两个炸成功了 但是里面没钱 最后这次也炸成功了 也有钱 但是没想到被警方抓住了 而他最后一次炸取款机所得的钱 他只花了十几块 买了一份炒面犒劳自己 又买了一株彩票 剩下的都被他藏在了寺庙的地砖下面 他说这里的人都信佛 所以不可能有人来查寺庙 也就查不到钱的去向 而警方之所以到处都找不到他的住所 那就是因为 他根本就没有住在城镇里 而是自己一个人住在了山洞里 他害怕被警察发现 所以徒步50公里 找到了一个没人能发现的山洞 之前每次炸取款机 他都是这样提着作案工具 徒步走到作案地点 也不乘坐任何的交通工具 他的作案工具 也被他扔到了几十公里外的火车上 最后一次的钱箱 也是如此销毁的 根据他交代的地点 警方果然在寺庙的一块石砖下 发现了9万多元的现金 不得不说 他这一系列操作确实非常厉害 就连办案民警都觉得 以他作案的手法和水平来看 这至少也应该是个 工科研究生学历的人 才能做到的 结果他却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着实可惜了 而2015年12月8日 法院也对该案做出了判决 判处叶蒙君有机徒刑13年 处罚金5000元